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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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中 神仙住的背包客棧就在新店 你可能不太熟 但就是台北人的後花園 其實對外國人來說 來新店一點都不難 只要搭捷運六線去到新店總站 半小時左右就會到 新店溪上橫跨的三座橋 是台北人最愛的風景 亦是告白成功率最高的地方 咦? 不過要留意 告白成功的情侶走過碧琴雕橋 手仔千萬不能放開 不然就不能長長久久了 海盈在新店介紹都市傳說 我就送你一個鷹哥版 相傳明朝大將軍 鄭成功路過鷹哥 看到鷹鵬和鴛鸟 兩隻怪鳥在山上打鬥 令到他的軍隊沒辦法通過 於是鄭成功命令軍隊 用大炮將他們打下來 鷹鵬斷了頭 鷹牛還變成石頭 從此天下太平 因為英武的台語 讀起來好像鷹哥 慢慢就變成這個地方的名字 鷹哥距離台北市區大約一小時 還有一個外號叫做台灣景德鎮 因為這裡的土壤適合做圖土 一直以來都是發展製圖業 只不過以前是工廠式的大量生產 到現在已經轉變成鷹哥人的生活美學 這裡還有陶瓷博物館 展示各種大師級的作品 你還可以在周末的時候 看到大師即場做陶瓷 我自己個人的生活節奏 比較急速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嘗試去學習做陶瓷 因為他們說學做陶瓷 可以塗野性情 令人慢一點 所以今天就特意來到這個陶瓷博物館 就像這裡 這個大師 尖國祥大師 這個大師就厲害了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 都是用電動機器去做陶瓷 但是他 是用他的一對手 和一對腳去做陶瓷 他從八歲開始 已經生活在類似這個地方 陪著陶瓷成長 所以他做陶瓷是非常之一手 你看 傳說中的摩打腳 哇 好厲害 相信他跟我們的香港女車神 李慧斯一樣的腳 都是這麼有力的 這些通常我們 如果你現在去學做陶瓷外 這個步驟 我想都有 都會做得到的 但是剛才剛才用腳 去轉這個陶瓷 就應該不會有了 你看到他的手 手刮起剪 你看他的筋 全焰出來 你看他的小腿 你看他的扎角抹得多穩 這是什麼 盤子 你看這個底 這個底 這個底 杯子 就是你在弄不同的東西 花瓶 一秒前他的碟 一秒後他的碟 一秒後他的碟 一秒後他的花瓶 胡 胡 這個叫做心想四神 你想什麼就變什麼 你看 好像魔術一樣 你想看什麼呢 他可以變什麼給你看 是 這個裝滿福氣 獻給大家 看到跟摸到人都有福氣 葫蘆是裝福氣的 他說胡佬是裝福氣的 這個送給我嗎 獻給大家 他說不是送給我 是給大家的 大師說 他從八歲開始 就跟著爸爸學做陶瓷 小時候因為沒有電動轉盤 所以就看著媽媽一邊踢 爸爸就一邊拉陶瓷 到現在因為電動轉盤普及 整個台灣剩下不超過十個師傅 會用腳來做陶藝 為了回味他小時候 大師自己製造這個超過二百公斤的大轉盤 周末的時候 還會表演用腳做陶藝的功夫 給大人和小朋友看 你們現在怎樣做 對 像剛剛那樣 不知道 好 好緊張 我要聽了 他說這個要慢慢慢慢加速 這輛不是跑車 是老爺車 所以要慢慢加速 一波 二波 三波 四波 對 五波 六波 夠了 他說速度夠了 你看速度夠了 你輕力夠了 踢得不錯 很棒 到客氣 他說我踢得不錯 先生做什麼 釣一條魚 釣一條魚 魚 對,他是不是在做魚鱗呢? 用這個來的 對,這裡是粒粒粒粒粒粒粒 應該是用來做魚鱗的 但這個不利的,不擔心 但是一條魚是會像花瓶的樣子嗎? 哇 它整個刮起了 好 現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好看嗎? 好看,像你一樣 好看,我覺得不滿意 弄壞掉了 弄壞掉 真的嗎? 他說弄得不好 弄壞它 弄成功 要經過失敗 嗯 失敗了,成功之無 好 就這樣 這條魚就一夜打爛了 好,等待成功的來臨 等到成功的來臨要怎樣呢? 是 不過它真的挺像一條魚 這樣一拔下去 攤平之後 它真的挺像一條魚 這邊 怎麼給條 來,這邊 謝謝 來這邊 這邊 喔,黏下去 這樣 做魚棋下去 漂亮 鞋子很快,你要留下來好不好? 他說我的天分 可以留在這裡幫牠做事 因為你學得很快 眼睛 對 是魚的眼睛 放進去,這樣嗎? 對,這樣下去 壓下去 輕輕的 放進去 好似鞋子 真的很像魚 真的 好像抱一個寶寶一樣 邊來邊來… 邊來… 邊來… 你看牠 好神奇 這條魚是雞泡魚 今天是我第一次做陶瓷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 我終於明白為何人說做陶瓷 可以塗野性情令人慢一點 因為你一心急,像我剛才這樣 就會弄爛了這個陶瓷 又要再重新來過 另外也是說做陶瓷 就是要基本工藝打得很好 因為如果你在下面做得不好 你拉上去就不行了,牠不夠厚 但太厚又不行,太薄又不行 所以就是要用經驗和耐性 另外就是要感受 怎樣感受呢? 就是在那個滾轉動的過程當中 你要用手去感受和陶瓷的力度的交換 那個熱度的交換 去令到這個陶瓷成形 所以確實是一個很好玩 可以學到東西的一個過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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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